我没告诉你我两千六百块钱 我六百块钱我拿六百元 大家有人情人 你干脆给我六百块钱出费 那你要是两千块钱就生活了 肯定不够 就是我跟娘在一起 你让我拿暂时拿工资我不可能 大妈相亲一个月两千块钱 生活费不够慌 直言别想让我拿出一分钱 自己的钱要给儿子存着娶媳妇 你以为你顶着一个爆炸头 就可以假装狮子狗了吗 郑大妈今年六十二 做护士退休的 每个月退休金有五千元 有两个儿子 一个已经成家 你这上五楼 上五楼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 给我都累够呛 大妈身体素质是真的好 宛如湿了的钙中盖 腰部酸腿不疼 一口气都能上五楼 大妈这就说了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每天天还不亮就去跑步 跑完步还要去做操 晚上还要跟大妈们跳广场舞 提起自己的前夫 大妈的眼泪是啪啪往下掉 八年前的春节 一家人去秦记家串门 酒足饭饱后 前夫身体突然不舒服 本以为是喝酒过度了 硬生生扛了好几天 后来实在不行才去了医院 哪成想查出的是肝癌晚期 他在医院就给我领了他们吃饭食 然后他就说同学 他说我跟你哪说吃饭 我说因为我姐夫在会儿 这个杆子长一个不光滑的东西 我怀疑是挺不好的 我建议你做一个必热 做一个那个CT 然后我说做CT也行 到那个阿兰一做那个CT 做CT 然后那啥呢 然后人家有啥就说了 你这就是爱人指定 晚上上医院待了五六天 年轻美了 他到了医院之后 根本都吃也吃不进去了 等到下午的时候 他那帮同事都看着这实话 根本都说出来话了 就点了 这么点 等到晚上实话到的那样的 我一张一梗 我一张一梗 我那大白夜都说 你学院你回去 两个孩子回去吧 有个孩子们打电话 我刚到他不到五分钟 我就洗了糊涂 我的电话要来了 我完了 你那啥这个 这屋里都奔搞我苦 丈夫突然去世 让母子三人瞬间没了一口 甚至大妈 连老伴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这是大妈心里永远的痛 每每想起老伴 大妈都会以内洗面 儿子看到老母亲这么痛苦 建议大妈再找个老伴 在儿子的鼓励下 大妈重拾信心 决心找个老伴过安稳的日子 那么大妈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我就主要是看眼圆 就是至于你公职吧 就是都是次要 就别的条件都是次要 第一个人挺好 你那个 这两个人嘛 就是 你半路夫妻的就不属于 就主要是 你那个得互相的理解 互相爱护 互相那个 那个 有啥事啥的 都那个淡淡 你得对我好 用啥 你得理解我 就是啥事吧 都得互相商量 因为咱俩是 后代后走在一起的嘛 就是孩子 就是你孩子 就是我孩子 我孩子就是你孩子 对方身体也得好 主要身体也得好 你要是没有大的毛病啊 像那脑血缩了 又是那个高血压了 又是那 这样我还有点戒备上 就是小来小去的 那个那啥 我都 就是没有那些 危及到生命的那些万象病 对 那对 大妈的要求说高也不高 人品好 身体好 对她好演员也要好 正常人找个老伴 也大多是这个要求 所以红娘正常给大妈找了个老头 刘叔叔 来了 魏大爷今年七十岁 淀粉厂退休 每个月退休金两千六百元 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 大爷没房 所以现在租房住 大爷平常是个老来男 一台电视剧就搞定了他平常的生活 大爷深知自己不爱运动 专程准备了自行车 每天买菜回家能留的一个多小时 大爷本来是有个平房住 可是女儿心疼他 给大爷再成为租了房 大爷以前自己会卖卖手工大拉皮 可是现在年纪大了 一个人实在是做不了了 大爷从27年前开始学了做拉皮 日子过得倒也是红红火火的 两个女儿也都拉出长大了 大爷年轻时靠着手艺赚钱养家 日子过得也还算稳稳 可婚姻上并不顺利 找了两个妻子都去世了 第一任妻子二十多岁 就被或者撞到离了事 他本来那个人挺内向 我认识内向不大是事 打个伞低 总还低头 打个伞低头 没听着我问 会不会来去 风大 雨大 那天让我说 刮的 就刮的 给它刮倒了 他们身上没有伤 就脑袍 脑袍磕地 对 当时孩子才几个月大 大爷是又当爹又当妈的 上班都要背着孩子 由于自己一个人太辛苦了 不到一年 大爷经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一年 一年以后 他们别人一个妻子 第二任妻子 没啥条件 我说你对我还好就行 大爷前妻本来就是有病在身 可为了给孩子一个家庭 大爷没有在意 两人领了证 在意没多久 前妻就离世了 心肺酸结 然后尿素症 就两个医院的鬼店 就现在 他这腿总到 到医院打 那叫力量真的 打完了还不懂 不懂完了又不行 到医院 去一会以后 你看不行 你放肥 就不行 连续两次丧气 让大爷痛苦万分 尤其是被女儿 急到城后 以前好歹还能串串门 现在的大爷 只能靠着看电视打个时间 这不 看到了相亲节目 大爷觉得再找个老伴也不错 所以报名了相亲 就想着再找个老伴 大爷现在没有房 所以对另一半 没啥特别的要求 只要是个女的就行 两人刚见面 双方的第一印象都挺不错 演员不错呢就坐下聊吧 这不敢入座 大爷就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听到大爷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六 大妈的脸色瞬间难看了不少 大爷再一说自己没有房 只能住房住 大妈的脸上尽显失望 好在大妈不是只看重钱 赶忙问起了大爷的身体情况 这个年龄有点小毛病也很正常 在大妈眼里也算是勉强过关 这不 大妈也打开话匣子 主动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听到大妈的小儿子还没结婚 大爷遇到儿子还没结婚的大妈 小的现在没结婚 听到大妈这么说 大爷赶忙转移的话题 生怕让自己掏钱 好在大爷转的话题不是太生样 共同的丧偶经历 让两人有了亲近感 可大妈再一听大爷的话 心里又有点动摇了 我从早上两点钟三点钟醒了 醒了可以重复到晚时一点 他说话有点了 你看听到这话 不是那么太通畅 对 我感觉重复 这没有人的 这没有自制力 别人不能管理好自己 早上两天你都醒了 醒了干嘛 出院吧 看电视 你每天休息时间 得多长时间 睡眠得多长时间 四五个小时吧 这睡的时间嘛 比较短 就咱们这年两段 就是得 最起码得六小时以上 四五个小时 我就觉得就是 多少少 就是 把你有点毛巾 因为你们睡眠 最少的手艺睡眠 不太好 听到大爷这么说 大妈对大爷的身体情况 保持着怀疑 这天这么抽烟 还能一点毛病 没有可真是奇迹 再加上听到大爷说 自己一天只能睡 三四个小时 大妈一下子确定了 这老头身体绝对不好 自己找老伴 第一大要求就是 身体必须得好 看到大妈对身体情况 这么看重 大爷心里也犯起了嘀咕 毕竟自己还有一个毛病 还没有说 眼看大妈这么说 大爷连忙表态 你要跟我在一起 别说抽烟了 打葫芦我都能忍着 你大爷不会是你大爷 这两句话说的 这两句话说的让大妈心里美滋滋的 也不再纠结身体问题 这三大要求已经满路了两个了 再有一个就是要对大妈好 要说具体怎么算好 那就是肯不可给大妈花钱 那你去的租房呢 那你一月 大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那你一月生活费也能够 又回到了刚开始的问题 大爷的退休金才两千块 怎么的都不够 这大妈说着说着提出了想要结束相亲 就是我现在有个想法 我不想往下说 我不想往下说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重老年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画面中的这个大爷 是今天来相亲的男主角 那让他如此相中的 究竟是啥样的女人呢 李浩赫 李大妈62岁 丧偶 经济收入500元 住房情况平房60平米 半从老家出发走到口前市里 上了的车 然后五点多从口前出发 到长春 哎呀天哪 我还是大家 等到这个快八点了 李大妈是个苦命的女人 丈夫很早就去世了 为了抚养一双儿女 她掏过厕所 躺过水泥 历尽艰辛 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她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考虑了 她在我们的节目上 相中了朴实能干的奇战江 奇大爷 好像觉得她挺能干的那种 你看她好像那家看着的是养的猪 然后猪又下枣下枣 然后她那个还有的那个地 她也在种一亩半地 一想半地 她也在种 然后养鸭子又养鸭子 农村的生活对大妈来说 是在熟悉不过了 她特别喜欢这种田园的生活 还没等见到奇大爷 这整齐的菜园了 就让李大妈对奇大爷非常的认可 一见面 奇大爷对李大妈就非常的相助 她竟当场向李大妈发起了表白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吗 奇大爷对李大妈的满意 不光表现在语言上 还表现在行动上 她竟直接对李大妈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 这还没进屋呢 就开始让小手冲上店了 这让今天的相亲开了个好头 听了李大妈的这番话 让奇大爷很满意 于是奇大爷主动地说出了自己的优点 眼看两人越落越投机 李大妈的每句话都让奇大爷很满意 接下来奇大爷做出了一个更积极的举动 而李大妈也给出了朴实的回应 接着两人又讨论起了未来的规划 奇大爷的这些举动 让红娘想起了上次她在节目中说过的话 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 不会在房子上再花一分钱 可今天遇到新衣的李大妈 她却说花多少钱都行 这也验证了奇大爷说的那句话 只要人对心思了咋的都行 此时兴奋的奇大爷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嫂子来看 这么可心的一个人 叫谁来看 嫂子 你嫂哪呢 嫂子 嫂子是全家最尊敬的人 今天遇到这么可心的李大妈 她决定要把嫂子接过来一起高兴一下 借此机会 红娘又问起李大妈对其大爷家的想法 你看大哥这家还行啊 还行还行 我没说的我不挑家 李大妈还说起了她以后到这个家之后的规划 今年就这些玩意都不少出钱 从小养到大都之前 就是慢慢寄 在农村你就想养这玩意 就是忙得皮了啪啦的 不应该咱 讲话小心好了咱就收拾收拾 就是多事不要去享受 能动的那时候去享受啥呀 此时 其大爷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回来了 我大嫂那啥 那个她上哪儿去了 上她姐家去了 大嫂没在家 这让其大爷觉得有点遗憾 但李大妈也表示 下次再来 她一定会亲自去登门拜访一下大嫂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李大妈打算要回去 见李大妈要走 其大爷又做出一个更成心的举动 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 其大爷觉得一定要有所表示 而朴实的李大妈却坚决不收 于是其大爷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对李大妈的满意 不善言辞的其大爷 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临走时还不放心的其大爷 对李大妈直接发问 而此时的其大爷对李大妈 可以说是难舍难分 你看汽车都开动了 咱其大爷还恋恋不舍的 跟他车后 朋友 你觉得李大妈 是相众其大爷的这个人呢 还是他的家业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个区域你现在用不用吗 不用 不用了 这用的话 那可挺过分的 那里面跌堵了 机首间的地 你在多长时间拖一回地啊 哎呀妈 说拖就拖 说拖就拖 你看他都拖不掉吧 哎呀 哎 完事了 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就能这环境 我看连猪窝都不如 这还是人能住的地方吗 今天来相信的高大人 今年67岁 退休金每月4500元 有房 就是这房 让人做属实有点为难了 请屋里做 请屋里做大哥 我已经你这屋 你这屋 东西是有点太多了 太多了 我这来了给我扔一回了 都扔一回了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你不是 除了多还有一点大哥 还有点乱 乱 我还得懒呢 啊 懒呢 这脏了 差你是样样都占了啊 别人是竹篱板 抢抹石灰 你年石灰都懒得抹 好好一房子 整的个原子弹 发射过一样 蝗虫过境大 大爷说了 放东西 竹打一个随性 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不会是你的餐桌吧 不是 我餐桌在那屋吃饭 餐桌在那屋吃饭 这桌子上咋啥都有啊 这个饭盒啊 这是菜 水果 大哥这橘子都这样了 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就冷了 他这餐桌也都是东西 餐桌上也都是东西 哎呀大哥 这个 这是餐桌还是卧室啊 卧室 卧室带餐桌 卧室带餐桌 带餐室 卧室带餐室 哎呀妈呀 这个是刚才我让大哥说 扔掉的小橘子烂了 大哥随手发 就放这儿了 又愣着这儿 那你这放这儿 它不起作用啊 是吧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餐桌 饱受苦难已经很久了吧 但这都不算啥 更猛的还在厨房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墙中 更有墙中手 一山更低一山高 能达到这个水平的 非常人所能及 大哥 你这个区域 你现在用不用啊 不用 不用了 这用的话 那可挺过分的 那里面底下堵了 堵了 那你现在刷碗 啥的跟哪儿刷呀 跟人家听你呢 在这儿刷碗呢 这不是洗脸的地方吗 洗脸也能刷碗呢 你看看 确实是大哥 这个洗手池旁边 你看 都是这个刷碗布 妈妈呀 真的是恶心妈妈抱着恶心哭 恶心死了 红娘都要恨不得自措双目了吧 大爷这揽出一定境地了 红娘看着这地都忍不住了 大爷你这洗手间 真不考虑拖一下吗 一个那儿 没有 那个里面是有预告 大哥你承受你这洗手间的地 你这多长时间拖一回地啊 哎呀妈 说脱就脱 说脱就脱 你看看都脱不掉吧 快点 哎呀 哎 完事了啊 啊 这脱完了 这就脱 得拿着刚才刷 你想想 如果你每天都脱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费劲 这妈妈有时间就擦 大哥我问一下 你这盆水多长时间没换了 就两两天 你这个脱不完全一淋的时候 这个水都成大一股味了 我第一个乖乖 还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不想干活总有十万个理由 咱也别使个浪喷香水了 现在再擦也来不及了 大爷表示 我把衣服扔凳子上 那就叫收拾了 上干啥 那来人去捡你收拾 这红娘到家了 往哪儿坐呀 我拿了隔床 之前你咋不收拾收拾呢 你知道我们要来呀 知道 这算收拾 早好几天都告诉你说 这要来的 你说你咋不收拾收拾呢 咱上镜也好看 下个主意 那你说你相亲人 大姐一进来说 你这屋里 哎呀说 这老高这屋 咋造这样呢 咋着呢 收拾呗 收拾啊 态度可挺好收拾 上坟烧报纸 你隔着糊弄鬼呢 就你这鲫鱼记忆 没七秒就忘干净自己该干啥了 大爷从前是大车司机 在外面可乐饿了 随便找个地址 困了就在车上睡 什么柴米油 盐浆醋醋茶 通通一概不懂 退休后本来和儿子一起住 后来儿子想过二人事件 给大爷买了套房子 使得自修多福 现在的生活也挺好 没有啥负担 退休金也挺多吧 4500 你看你退休金4500块钱 你干啥不够用呢 拿出来一部分钱 给这屋好好收拾收拾 你看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岁数大了 不知道咋就冷了 太冷了 你别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爷确实是懒得找人打扫 按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不出两年 这房子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着 别看大爷人虽然懒了脸 对老伴的可是没得说 即使老伴已经无药可救 大爷还是拼尽全力 甚至把房子都卖了给老伴治病 卖了 恭喜不看病了 都我伺候呢 就拉不上屎了 把我给他扣 哎妈呀 怪不得大爷 你这对这房子适应良好了 原来是早就经历过 没有了人的陪伴 大爷觉得十分孤单 于是决定再次寻找一份 刻骨铭心的爱情 对于未来的老伴 大爷有啥要求呢 怕你想找个啥样的 能过日子行 那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才能过日子呢 我也不知道 长一样丑子的顺眼就行 说过去就行 钱 我的钱 随便花 你的钱你咋个 随便花得随便花 啥程度 比如说今天这个东西 他买啥都行吗 行 四千块钱你随便花 这要求多简单呢 但这家里环境 不是一般买菜 红娘担心 这条件老太太来了 都会寻走 对大爷那叫一个苦口婆心 致命的一点是 咱家太乱了 不挺好 大哥 是不是因为你习惯了 这个环境 所以你觉得挺好 大姐的感情力量挂了 大姐不一定觉得挺好 咱收拾收拾 咋收拾收拾 也没法收拾 背叠的 对背叠的 衣服挂过 衣服把他挂上了 嗯 这 这怎么 那个拿拿拿武器 藏背里 藏背里 啊 不是咱不能叠起来 给他放在哪 或者挂在哪 别藏 是不是 这个都随便穿的 那你下午 相信你得换个衣服啊 行行 行吧 希望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不要出师未接身心死 来乡个亲 却给自己寻晕了 红娘找到了 今年65岁的孙大妈 并把大爷的条件 拒实已高 条件都非常好 然后退休金不错 然后有自己的房子 然后这个爷 挺有责任感 挺有担当的 觉得你俩还挺合适的 然后就给你们俩 做出了这个匹配 然后 我这个 看完大哥 这个本人 和考察完他的环境之后 跟我想象中间 有一点出入 这我得事先跟你说说 他乱吧 乱都无所谓的事 可能是一个男的过日子吧 好像是乱 好像是挺常见吧 他必用 他不像个女人 就是说能收拾什么的 那都无所谓的 这话可是你说的 等会可别反悔了 既然大妈不介意 红娘就安排了 俩人见一面 没想到率先打响 拉胯低炮的 不是大妈 而是大爷 直接把红娘的话 当成了耳旁风 行过就话干净 干啥去了大哥 大姐进来了 你往屋里头走啥呀 那啥 你可干净啥用呢 你现在到底介绍介绍 对吧 自我介绍先 介绍你叫啥 我刚刚说 我姓孙 叫孙叔方 你好 你看看 我走的时候 千叮咛万嘱咐 告诉你换完的那套衣服 怎么穿那个呢 这是 这家 自己谁敢挂 那你 相亲了 那咋还随便呢 那咋没穿呢 那现在穿 你不敢套 那现在穿 肯定是不敢套 你都看完了 你现在穿还敢套啥了 还真是八十岁学吹鼓手 来得及才怪了 大爷对大妈是一见钟情 大妈也觉得这人能处 于是决定再看看 这居住环境如何 没想到这下子 是刘奶奶进大广员 开了眼了 这是大广 这广市 有五十多米 一共五十多米 一共五十多米 要两十的话 是挺小的 是吧 但是反正也不用了 听说反正瞅着有点挤吧 不啥都有 啥都有 东西很多 这卫生间 卫生间稍小一点 是因为那里的 一个洗衣机 一个烘干机 东西就瞅着有点多了 那边是厨房 对 这边是厨房 你不介意也可以看一看 那是他中国做的饭 应该是 姑娘 哎呀 这衣服咋又都对这儿了 你拿着鸽凳是吧 拿着鸽凳是吧 从这屋走那屋 大麻的眉头是越皱越紧 都快能夹死苍蝇了 大麻实在是受不住了 咋了 哎呀 简直是 往这站我都感觉 我心都有点嘚瑟似的 就是 哎呀 咱不说是乱 太咋太咋 一顿主妇说 你熟识熟识 你没熟识啊 嗯 都挺好嘛 大科那你咋没熟识熟识呢 你没熟识 你咋忍啊 那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 你都干啥呢 看电脑 看电脑不熟识污脏 就我懒嘛 你是就是不想改变 现在这个状态呀 还是说就是懒得熟识啊 懒得熟识 活脱脱老年版的网瘾少年呢 这都懒得收拾了 你咋不懒得吃饭懒得睡觉呢 这环境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呢 大妈决定赶紧开溜 我喜欢挺干干净净的环境啊 确实就是说 嗯 这样吧 就是说 呃 我最愿意找一个适合你的 这垃圾坑可不行的下场呢 要我说大呀 你拿个工资 请个清洁公司收拾干净 再来找老伴吧 不然啥样也找不到呢 路边的耗子进了 都得绕路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又又又又来了 咱也数不清 这是宋老师第几回相亲了 虽然次次没成功 却回回让人印象深刻 来 咱们先来听听这位大名鼎鼎 宋老师的词欧标准 我是我弟长 这是正式职工 其实 其实一般都事业单位 说老师啊 什么医院的大夫 故事啥的都可以 还有什么别的 什么像那个公安局 讲庭院法院政府这些 完了 我又要求你 就是说 就像我六岁以下 就这个条件 最好是未婚或短婚未育 这是最好的 你今年五十几 我今年五十六 我今年五十六 你多高 我今年正五个 一米六 一米五八吧 一米五八 嗯 我昨天我跟你说 我那天 然后你想找一个 一米六以上的 嗯嗯 对 嗯 然后正式职工 正式职工最好 嗯 当然是如果要是干啥的话 你 如果要是条件好的话 你我 那天我不跟你说 我可以放进降低标准 就是说你 岁数小一些 最好岁数小一些 岁数小 嗯 要多大年纪啊 就是五岁往下的 五岁往下啊 别的什么要求 可以降低啊 别的那就是 别的不能降低 大哥啊 就你一条腿一米二 一条腿一米三 长得跟冬瓜 他近期似的 猛的一看你不怎么样 仔细一看 还不如猛的一看 就这形象 就是跑遍全球 也找不着你要的条件啊 建议你要天儿之前 先看看自己 是不是个癞蛤蟆 了解完 宋老师的择殴标准后 红娘小哥 还是理性给他 配乐了今年五十四岁 没房没老薄 以打工为生的高大姐 这是干啥的 这屋吧 我妈活着在这睡觉 这也是过事 在一般不睡觉 我从头去后 我就把这屋当成客厅了 就是来起到这屋的 坏话一般客观点 一般客观点 一般客观点 看这个环境是啥的怎么样 这照顾情况 还行吧 不行 还行 那咱坐一下聊聊吧 你对他第一印象是怎么样 就刚才这个 不是很好 这长得一般 机器一般 身板还行 就是他这脸 不这么好 第一印象吧 我就看他外表 他不干净 尾程不好 两人见面后 一个嫌丑 一个嫌葬 那是爸的微博 醉作 谁也瞧不上水啊 既来之则暗制 在红娘的苦口婆心下 大姐终于统一勉强 跟宋老师在烙五毛钱蛋 于是主动问起了 宋老师感情经历 为啥离婚呢 就是 今天介绍 不太了解 我还找你吗 我结婚 九二年结婚 就三个离婚呢 他刚才说 他闪结闪离 然后我看你摇头 为啥摇头啊 不是 我说太坏了 闪电 你看 闪电是 你呢 相信 我四月二十号相亲 完了五月二十 四月份相亲 五月二十号结婚 五一结婚 就这么长途的 你这些年没找啊 为啥没找啊 小姐说 开始吧 我这离婚下很多钱 我给人过五千多 完之后五千四 完之后又花了五千多 一起婚 花一万多 那时候一万多 赶现在三十万 是不是 那时候我公司才 我结婚才一百五千 现在五千二十 你是不是得三十多倍 那这下三十多万 完之后我就 渐渐地涨 涨涨涨 涨到二零零几 宋老师这段婚姻时来 也匆匆却也匆匆 为了再次踏上 开往春天的列车 大哥省持检用 好不容易存够了彩礼钱 终于可以娶媳妇时 父亲又因为得了脑穴栓 挡住了他的寻爱之路 本以为父亲去世后 终于可以找对象了 结果母亲竟然一句话 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我妈说了 你就别找对象了 你说你老是把脚的 完一洗用你都先成了 是不是 你就一辈子 吃香喝辣挺好的 你说你现在的东西就当家 你把钱人家空了住了 人家拿着钱 人家干别人都不知道 人家钱 比如说人家给人哥 给人姐你知道吗 人家都现在不说 女的把钱吗 我妈就干涉这事 现在不一定反对 我妈那么说的 你给我找对象 我来叫我杀了 我和她是人民官 我妈说八十岁 她说我相比到头了 我今天就不能找对象 这女的没好玩 不能钱来的 都是我的钱 生活念我千百遍 我在生活如初恋 直至双亲 全部入土为安后 宋老师也终于丑媳妇 熬成土 而接下来 宋老师的几句话 彻底把大姐给惹疑了 找那个 最好年轻一些 那咱们姐姐 今年是多大年纪 54 54啊 赵她小两岁 那她这个年纪呢 她这个年纪 对 这个年纪 你要安理 我要安理 要安理 原来可是 也可以考虑 这事不是这意思的 这事不是这意思的 现在就是岁数把大岁小 岁数大岁小都不成问题 你就心 要是岁数小的 岁小你蹭不了人家 我就是直接说 性生活不行的话 根本都保释 就现在给我接着呢 一说性生活 我第二句话就回绝 大姐这话是真够直接的 别看你现在胖咕噜嘟嘟的 真要给你找个小年轻的 不出三日早晚把你给榨干了 你去性生活你不觉得很难 不是 现在有的男的 人家直接问你性生活咋样 我就反感这男的 这男的保存 就为了性生活 你跟他结合在一起 一年纪年纪就大了 他还是离你而去 成不成烟 我说这意思 你都很清楚的事 但是这个结婚 性生活它是个中心呀 是中心点 它是中心 其他这个什么生活 什么干活 什么挣钱呢 都是为了他服务的 就他这还要什么年龄呢 不正常 我看是就是他为了 为了性生活生活 找到后半生 根本过不长 现在大姐对宋老师 是无比的鄙视 再往下落下去 怕是要就地正法了 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 红娘小哥赶紧化解尴尬 个头也有要求的吗 有啥要求 对个头 个头啊 个头你整理 像他那个就可以 别再比他他太爱 对这个头还挺爱的 他笑 那是不是我干啥呀 是有点过分要求 是不是 你还不 像啥呀 你能说因为 你属于爱不善意 爱不善意 我这还有善意呀 我这善意都不善意 我说我妹不乱 你比我妹快 不是 拿那个来没事 人家说找对象 我刚才跟他道不说吗 爹说一个妈说一窝 你别找个小的女 但是我也不能说要孩子了 我这么当时要什么孩子 这年轻小伙子 肯定找个儿子女 可不是嘛 又不打算要孩子了 那你要什么黄花大闺女 高个西流条啊 自己碗里大米粥都烫嘴 你还有心替别人吹汤圆呢 可宋老师也不是吃醋的 你笑话我干 我还嫌弃你工作拿不出手呢 工作到正都不少 我都知道我禅院也住院 人家都不说一天一小二百四吗 那他的行不行啊 不行 咱们打你标 不打标 工作到不少正 但是他的工作呢 你像老师啥的 有几下日 他的就行吗 天天跟着 所以说照顾家 那都是不行了 咱们不说去生活 就照顾家务的都不行 你可拉倒吧 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口气真不小啊 咋的 贤大姐的工作 配不上你这尊贵的身份吗 你也别在这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 大阿伯履职了都比你个高 你还笑话人家 真是面子当鞋底 好厚的脸皮啊 赶紧收拾点吧 再落下去 怕是你的老命都得搭进去 大姐已经容忍很久了 看着大姐确实是生气了 宋老师赶紧解释 妹妹不是嫌你不好 主要我的身份不一般 不论要求太低了 太低了一笑话 所以你看这老师怎么 找这个喜欢这样的事 可拉倒吧 行业不分高低贵贱 什么时候你这老师 比人家高人一等了 你是下象棋把棋子吃了吗 咋还一脑袋泡呢 而宋老师压根没有看出 大姐的脸色 继续搁那滔滔不绝 我可以放宽 就是有个女孩也可以 但是就是放宽 最好还是未婚和短物 省着延期就是租分 就是这个挣钱租分 但是再小 咱就这样不要 因为你得给你养孩子 那得 我是儿子 那完了 你不啥 你得给你养孩子 你结婚 就像那回我看你相亲 有一个 养什么孩子 你儿子结婚 我们是不是拿钱呢 我儿子家 我老师分都九岁了 九岁 你说给养啥 他说养孩子给我养儿子 结婚 你不得给你养孩子 结婚了 结婚了 那不还有孙子吗 他说 就你这两个钱 我说实话了 你不还有孙子吗 那你不替孙子招想吗 我替我孙子招想 是我孙子招款的 你真的俩钱够吗 是 俩钱不配的 带给我孙够吗 可能吗 我头两个月 我两个月就能挣两万块钱 不愧是当老师的哈 这心里的小算盘打滴是嘎嘣碎啊 人家大姐孙子都九岁了 还用惦记你那俩钱吗 红娘小哥看着这气氛越来越紧张 赶紧喊停 不行你们先加个微信吧 有什么问题电话里道 那样比较安全 那还加上微信啊 这不是宇天交电 多此一举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把公司往上一起一放 往一放 爱花啥 爱买啥 爱买啥 平时买东西 你比方说 三十五百 你这全力 你就爱买啥 买啥 不会算了 你说今天来 得买个大东西 再买个好几箱的东西 让人买成算了 没问题 这那个 儿子吧 咱就说 从哪有这个孙子 儿媳妇就没上班了 反正我这讲话了 我手宽住了 我就给他点 大爷大妈来相亲 大爷提出把钱 放在一块不分心眼 大妈表示同意 但得直言儿子一家 那大爷会同意吗 咱们一起往下看 江大爷 今年七十岁 退休接四千元 有房 那叔这看来 会点才艺啊 就是普通建的心 2018年 那三月十六号到现在 那你这也找不着 老师教你啊 这个事还叫 今天是有个教育学院 有二楼 专门建的新班 每周学院一有新事 学了一年 然后后来做些自己打家务 把社学学院自己练 自己练 主要自己练 那现在练成练到啥程度了 是不是 现在一般吧 来你给我弹一个 我看看 葱葱葱年华 树实在 渺渺岁月已白头 戏曲爱好不可少 生活惬意又清闲 自从退休后 干净利落 温文尔雅的江大爷 为了不虚度光阴 开始学习电子琴 大爷不光在家练节 还会组织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去公园排练 为此还特意学会了视频剪辑 只为给大家留作纪念 我用那个会声会影 用会声会影把它剪出来 一般是18分钟20分钟 都靠你被做视频的 都我做的 叔这个叫秦鹏好友 秦鹏好友 话说老年人都这么上进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除了外张若 江大的还是个热心场 在小区那可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我还是热心场的人 大爷不仅生活中实实在在 鳄鱼助人 工作中更是严谨 从来不会迷着良心赚一分钱 我基础的都是金钱 天天花钱 天天买东西 从来没有外面信仰 说他哪摸点没有 一块砖领导定就是一毛八分五 我去抢价就抢着一毛八 便宜五厘 买一千万砖 那就是 要是五厘钱 那就是五万块钱 这样的说 我的五厘完全可以拆到我里边 咱不扯的事 所以我的工作 就想这个活动活动心眼 想买个两十一厂房 三十一厂房 太轻松了事了 太轻松了 咱都没扯 人吧 你记住人不能吃晚边饭 晚边饭吃不饱 你心 那个不舒服 睡觉都不舒服 无论是在朋友圈还是工作单位 大爷总是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 却有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长长还是在感情上没感情 他就对我们家人吧 特别不好 自从96年跟前妻离婚后 大爷从此一个人独守空房二十多代 随着岁数的增长 越发感到孤独 于是决定找个老伴共度余生 而对未来老伴 大爷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得好看 根据大爷的择偶标准 红娘找来了今年65岁 退休金加打工每月4400元 有房子留大忙 欢迎刘女士 太动了师傅 太用心了 这仪式感呢 还满的呀师傅 仪式感 瞅的人还挺利索的 还行 比我想象好 那咋有想象的 我想象中 那怎么是 六七十来岁 六十来岁 六十来岁 五六了 她老太太似的 瞅她还不像 她把她是干净利索的 而且是一个干净利索的 爽快 咖啡都吃饮七十八八的 还行 还可以 你瞅着 好像弃止了各方面的 还可以 各头的那个形体啥的 都可以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都非常不错 那感觉就像围着火如吃西瓜 身上暖轰轰 心里美思思 落作后 大爷主动开始介绍自己 我姓江 大人是江学院 退休以前在中间酒局 物质工作 物质色位 就是把话说 拐了一堆前一个路 大爷辈子领导 身体现在比较健康 刚提前来的 没啥保证 刚提前来的 在那标准那里 挺好的 完全正常 平常吧 没啥子 你看什么 就在那唱歌 在那红色合唱团唱歌 唱歌 还是跟着喊呗 玩呗 行 跟着身体呗 要是等一下 大家也就没有意思 没有不良思考 抽烟喝酒 打麻将 跳舞 跳舞 这都不会 就会唱歌 弹琴 爱弹琴 挺好 如果他们那个团里 有适合我的 我背着我也能参加 跳那个机体的舞了 走个模特了 模特步了啥 这些事 就是你的业绝 我没说 只要是我是同意 你同意 这些事 你就能超新碰过 按照明板地说 现在我都可以脑不出 两人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了 对于大爷的爱好和爱张若 大妈很是欣赏 而大妈的手艺 更是让大爷满席欢喜 你拍手在做饭呢 这一月两千块钱 做两盆饭 中午和晚上 真好 你做饭看来 你做得挺好吃的 你还说看看你那个手机里 那今天做不做那饭 可有使用 看眼的 瞅眼 我没拍好 早就一定吃饭 你看这我给他们做了 这就是我烙的饼 要做这个冬孔肉 做好吗 冬孔肉 挺好 要食育 我还吃冬孔肉 我做冬孔肉做得好 赶紧转移话题吧 再落下去 大爷的哈喇子 都要流出来了 随后大爷便主动提及了 最敏感的经济话题 妹妹 像我这么单纯的人 做不来有心机的数学题 我就想跟从小夫妻一样 她的事实过日子 你觉得咋样 钱的是把公司往上一起一放 往一放 爱花啥 爱啥 爱买啥 买啥 平常买东西 你比方说 三十五百 你这全力 你就爱买啥 买啥 不会散了 你说今天咱俩买个大东西 先买个好几千块的东西 然后买到散了 没问题 要说这大妈真不错 能体谅儿媳的辛苦 懂得为维护家庭的和谐 而大义也是敞亮人 小钱随便 大钱商量就行 但是大义是有原则的人 有些事情咱说明白 二回好 三回好 两人都一起不容易 有这么几个原则 这下的 叫急要 急要 急不要 第一个 在人格上 要互相尊重 精神上 要互相欣赏 生活上要互相关系 经济上 要公开透明 困难上 要互相帮助 客的时候 一起分享 讲得真好 坚决反对 从头一梦 建议实现 互相猜疑 真好 这是刚才讲的 一直讲的 继续在里 这是领导 还是当领导的 真能说 讲话可以条条 什么那个啥 说话什么东西 说话 可以 我喜欢这样的性格 有啥说啥 反正法要三不要 一次过日子 没什么问题 两人是越老越喜欢 越老越的啼子 彼此确定心意后 大爷主动提出送大马回家 祝愿大爷大妈在以后的日子里 尽享每一缕阳光的温暖 感受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期怕大妈来乡亲 全程戴一顶战帽 怪异举动引起大爷的怀疑 那大妈的帽子下面 究竟隐藏的怎样的秘密 老铁们请一定不要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求国庭 72岁 丧好 退休金3200元 无独立住房 求大爷之前曾上过我们的节目 他那个孝顺的女儿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大爷告诉红娘 这次要是能够相亲成功 将来俩人就住在女儿 这套闲置的房子里 求大爷的女儿和女婿都非常孝顺 尤其是她的女儿 非常希望能给父亲 找个称心如意的老伴 这样每年的海南之旅 就不再那么孤单了 我姑娘也着急 我也着急 每年我们都上南方 海南去游去 下年后再回来 那你就是候鸟生活 对呀 马上那是特别凉了 为了老爸的幸福 女儿这边也没闲着 她要趁着休假的机会 提前为父亲的海南之旅做准备 我休假休假 就给我爸过来 看看那些老年公月 吃个养老 他说北海好 我说先到北海看一下 就差点 真的你们费心了 找个好点的阿姨 大哥真有福气 作为儿女应该做的 看来现在已经万事俱备 就差一个老伴了 那如今的求大爷 想找个啥样子办呢 了解了求大爷的择偶标准 红娘想到了同样 家住长春市的 韩淑青 韩大姐 韩淑青 69岁 丧好 退休金3400元 住房面积55平米 我为啥说是抱这个 我就是看到这个大哥非常优秀 你看他说话那可还行吧 不会吸烟 不会喝酒 我挺欣赏的 这次报名相亲 韩淑妈是专门奔着球大爷来的 因为除了对球大爷本人很欣赏以外 球大爷那个懂事孝顺的女儿 也深深打动了韩淑妈 你看见他女儿你觉得亲切吧 亲切啊 他女儿性格特别好 看出来了 我一看女儿挺笑的 我就报名了 韩淑妈之所以对球大爷的女儿这么在意 竟是因为她曾经历过两次深深的丧女之痛 两个女儿的相继去世 给韩淑妈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第二个时候我都崩溃了 说话都不会说了 光磕巴说不上来 自己指责自己 为什么不称职当母亲呢 自己打自己嘴巴 自己刷自己头 这些事都很多次 女儿的双双离去 让韩淑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觉得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同时她也深深的抱怨老天对自己的不公 这一辈子心这么善 没做什么坏事 怎么能有这个下场呢 我也这么想 这辈子就是没有做母亲的资格 就是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情 听了韩大妈的悲惨经历 不禁让善良的红娘也未知动容 2002年韩大妈身边唯一的亲人 她的老伴也因肺癌去世了 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 韩大妈始终是一个人生活 直到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了球大爷 才让她忽然萌生了 再找了老伴的念头 于是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人很快就见了面 刚一见面 韩大妈对球大爷的演员就不错 而球大爷却觉得韩大妈的演员一般 但既然人已经来了 那就坐下来了解一下吧 于是球大爷主动问起了韩大妈的情况 你哪儿去球的 我是青嫂保洁这块 我那个没有孩子 我的女儿两个 就是说都得病走了 听自强那个女同志 顾着一人真不容易啊 当得知了韩大妈的不幸遭遇 让球大爷觉得韩大妈是个内心坚强的女人 不由得心生敬佩 但接下来当问起韩大妈的年龄时 不觉得让球大爷的心里产生了一些顾虑 估计你年龄 估计你 你说估计她姐年龄啊 不是 她的年龄 我今年毛岁七十五二年生人 岁太大 就是算了快 就是六十七岁以前的 就青春上还有干啥的 球大爷一直感觉自己在同龄人中还算比较年轻 所以她总想找一个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办 眼看二人因年龄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于是红娘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想让韩大妈用纽阳哥的方式 来展示一下自己的青春和活力 对于韩大妈纽阳哥这件事 球大爷觉得是件好事 这毕竟能活动筋骨 强身健体 可韩大妈一直不摘帽子这件事 却引起了球大爷的好奇 韩大妈这一摘帽子不要紧 球大爷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当看到韩大妈头顶西疏的头发 让本来就对她印象一般的球大爷 直接婉转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想找一个小两次人 他修结在年龄上了 可能这人已经没想到 这个事儿强奸瓜不天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老铁给我点个赞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是从吵架 我家不和睦 现在我们就进行找一个 之疼之热的 我就想一天高高兴兴的 正常的婚姻生活 和睦和谐或计或爱 是最基本的要求 高高兴兴的一起生活 是最高要求 也是最低标准 你看今天说的这位赵大姐 尚未完全从失败婚姻的阴影中走出 她多么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 能够高高兴兴的生活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 赵大姐拉着门吧不放手了 自从李大哥进门 赵大姐就把门反锁 她想锁住李大哥的人 留住李大哥的心 其实从见到李大哥开始 赵大姐就对她动心了 这个是今天见面的女主角 这个叫做赵桂红赵姐 这个是李小波李大哥 赵大姐热情主动的招呼 李大哥上楼聊聊 面对的就是自己将来的菜 那当然是百般的挑剔 永远不是完美佳佳 能够达到基本的认可 就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一点赵大姐是十分明白 第一眼还行 就是不是很烦人的那种 赶紧理所人 人还可以 相亲找的就是人 急以人还可以的评价 就是演员这关不是问题了 要说起来啊 人一旦对了也啥事都好说 你看赵大姐对李大哥演员过关 那么李大哥对赵大姐是什么印象呢 李大哥呀赵大姐怎么就不是自然美了 这样的妆容应该不是浓妆艳抹 画个眉毛涂个眼窝 勾一下唇线弄点唇膏抹一抹 简单的化妆配上黑色的衣服 虽然不能说是能迷死人 可是对于李大哥这样的货色来说 此时的赵大姐已经是美丽动人了 你看他刚刚那副憋不住笑的表情 早就把他的内心给出卖无数遍了 那么既然两位彼此都有感觉 相亲就要继续 现在工资两三千 退休之后三四千 工资和退休金确实不高 这对于在混的老年人 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李大哥刚刚结束了 和上一位大姐的相亲 我本来真的少 我真的强调了 够我俩花就不错了 也祝愿你早日成家 找一个心仪的她 好好的做完下半生 我也祝福你 相亲不谈钱仅仅是清高 过日子缺钱那就是清贫 现在赵大姐虽然还没有嫌弃李大哥挣钱少 但是已经悄悄把门把手松开 开始介绍引以为豪的那份工作 说了半天 赵大姐和李大哥的渊源还是挺深的 李大哥的儿子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 所不同的小李是管理阶层 老赵是基层雇员 这把赵大姐刚要升起的优越感憋了下去 又开始怕李大哥跑了 再次无意识地伸出右手把门锁死 嘴上却了解了做饭做菜的家常 女人愿意看男人做菜 好像是给予了男人无上的光荣 谁不愿意饭来张口吃现成的 你看赵大姐不仅是希望李大哥是个厨子 还应该是个会做鱼的厨子 那我会做鱼 你会吗 我会做鱼 我也愿意吃鱼 是鱼我就能吃 我也愿意吃鱼 你跟哥买点水煮鱼那个调料 买点豆芽 大菜的 我一放 我一咕的 就凭着放在一起一咕都 一把不败的东北乱顿招呼所有食材 这样的厨艺能高到哪里去 但是厨艺是否精湛 不是厨师说了算 而是时刻的评价和感受 你看赵大姐见李大哥喜欢做饭 已经开始向往那未来的幸福生活了 失去的才更希望拥有 已经失去家的感觉多年的赵大姐 多么希望扶上扶随的幸福时光 赵大姐已经沉浸在了 对甜蜜温馨未来生活的意想当中 看得出赵大姐已经是有感觉了 那边的李大哥心里也是乐开的 这片还挺好的 我俩他就几乎能闹在一起去 有点心动的感觉 挺温柔的 那你喜欢这样的 我喜欢这样的 这个心中我喜欢 李大哥还真给力 现在已经对赵大姐动情了 从原来刚见面的看着差不多 到现在的这就是我喜欢的人 看来红娘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回单位报喜 等着叶迪领奖金 那么看今天相亲感情发展的节奏 李大哥和赵大姐能成功牵手吗 红娘的奖金能领到手吗 这两个人会不会和其他的大哥大姐一样 谈前翻脸终结这场相亲 咱们听听赵大姐下面说的是什么 赵大姐在一次的握紧门把手 是防止李大哥出去 还是担心外面有人进来 暂且不去考虑 可是她的一席话 却是信息量大能量足 从失败的婚姻说起到 对目前婚姻的期盼 都是从内心向李大哥发出 挨的邀请 如果现在有条件的话 此时检验二人体内赫耳什么萌 肯定峰值报表 赵大姐一方画下来 没在一个前字 可自始至终都含有对家境宽裕的期待 李大哥像是接到了信号 主动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我说房也买了 车也买了就三几婚了 男人一几个婚是没事的 你儿子多大 二十八呢 我说他二十五 我也是男孩 他也是男孩 你工资要低的话 你肯定两个人 你就得省吃俭用了 现如今只靠省吃俭用 是不能养家的 李赵两家都是男丁 而且尚未成婚 结婚需要的花费 和微薄的经济收入 是那样的不协调 即便是李大哥再何心意 赵大姐也没有勇气 加入这个寒酸的家庭 这个接骨眼上 打退堂股成了必须 我实话实说了 父母那边需要照顾 孩子这边都得需要照顾 因为我这边也是男孩 所以说他不归我 我也得管 我是当妈的 相对的负担就重了 两个男孩都到了结婚年龄 没有经济后盾的新建家庭 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是赵大姐不懂感情 更不是李大哥耸抱一枚 两人都想掐灭 刚刚燃起的爱情之火 赵大姐的手 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 松开了门把手 李大哥不再含糊 趁机闪人 出门之后告诉红娘 如果和赵大姐在一起 简单的压力山大 已经不能形容 两人生活的迥态 以后结婚啥也都得管 我跟你说 其实实际上也是负担 我也想过都是负担 凭我大多了 你知道吗 也凭有压力 对呀 不是他有压力 我要跟他结合之后 我有压力了 不是李大哥没有担当 是赵大姐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李大哥的再婚之路 还有多远谁也弄不清楚 谢谢您的观看 请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那为什么男人 其实可以找四十五十的女人 那我六十的女人 也可以找四十的 可能是嫁恕我了 那五十的也很正常 我跟男人想法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年轻 非要找岁数大的呢 对不 你敢相信眼前 这个恶挪多姿 气质绝佳的大姐 已经六十多岁了吗 她第一次参加相亲节目 就放话一定要找个 比自己小的小仙子 看大姐这谈吐气质 不难猜出 她在年轻时能有多哇塞 据大姐自己回忆 当年二十多岁的 她在银行里工作 因为长相漂亮 家境优雅 所以在单位里 不乏各种各样的追求者 这其中也包括行长的儿子 就是银行内部的人给介绍 就说那个这个 我前夫看中了 他是个行长的儿子 也挺多人追的 因为我从小 在部队长大 那我的感觉就是 哎呀 行长的儿子 家庭条件呢 本人素质要挺高 就那我挺愿意的吧 大姐看中了 对方显赫的家事 于是迅速选择 跟前夫步入婚姻殿堂 本以为从此能过上 吃喝不愁 和家欢乐的幸福生活 但可惜事情的发展 并没有那么岁月 结婚发现就是 现在所谓妈抱男 就是她家是三个 上面三个姐 有个姐可能有病 就突然腰折了嘛 她属于老四 那这么隔下来 她是三十多岁 她妈妈生了她 那是宝贝 都是我在照顾她 关心她 没有啥担当 也没有责任 大姐告诉节目组 自己的前夫 经常会在外跟朋友说起 每天都是以 灵丁大罪的状态回家 甚至在大姐生完 孩子的作业子期间 还依旧投流出去盲碎 这样的举止 让大姐心灰意淡 二人很快 因为此时发生了争执 你争我吵枝下 前夫竟然动手打了大价 正常男人就是往拳头 往脑边上打呀 然后给我脑子打坏了 去医院大夫会说 哎呀 这么漂亮 那媳妇还能这么打呀 就是你打坏了 当时我这脑子还缝了几针 我这脑子现在又缝了几针 家暴只有零次跟无数次 大姐是个聪明人 知道及时止损是一种智慧 自从感情破裂以后 大姐好似看待了人生一半 把时间都用在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平日里就爱养养花草 走走模特秀 虽然大姐气质出众经济独立 但一个人的日子 终究还是有些空虚寂寞 在年过六旬之后 大姐便萌生了要寻找第二串的想法 那么对于条件如此优异的她来说 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拍得上自己呢 我就50到55的 我觉得健康的 心里健康 身体健康 比你小吗 那小怎么不行呢 我跟男人想法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年轻 非要找岁数大的呢 对不 年轻人他要珍惜我 我也珍惜他 这样都是同理 为什么男人可以找年轻的女人 那女人也是一样的 大姐这霸气策露的发言 究竟说出了多少中老年妇女的心声 刚刚还在质疑的红娘听了 也是瞬间乖乖逼 就在这时 大妈主动提出 自己其实早已有了相众的对象 这人便是曾经在 往期节目中出现过的胡大哥 别看胡大哥今年已经70岁 但他的经济实力 可谓是丰厚实质 光明下就有数十套房产 其中一套还是在首都北京 退休金更是高达8000多块 这下红娘就不理解了 大姐上一秒还在强调 想找个比自己小的 下一秒怎么就突然变过 想要认识70多岁的胡大哥呢 好的话可以验识一下 是不是灵活一点 在电视上感觉他那个 挺有样的 然后个头啊 而且他见过世面 在外面跑这么多年 还有他对待他的妻子 那种呵护啊 有病那种护理啊 但我这点挺感动我的 大姐本身就有车友房补差钱 之所以相中胡大哥 并不是看上了他的财力 而是被胡大哥对他去世 妻子的专情所打动 话都说到这回上 红娘也是干脆利索 直接安排二人见了面 当第一眼看到漫漫深自的大姐时 号称见多世广的胡大哥 也瞬间人想 才特别 怎样 应该这么说吧 特别标准 属于那种那个 说陈余洛艳吧 有点 哎呀 这个评价太高了 陈余洛艳 哎呀 但是不过这个女同志这个气质 绝对是上乘 女人的美化不在意长相 关键为在于她内在的气质 这样的女人呢 可遇而不可求 可遇而不可求 也说70岁的胡大哥看了迷惑 就是四五十岁的小鲜肉来了 也得分分钟败倒在大姐的石流群 胡大哥那时越看越喜欢 甚至还直言自己有些配不上对方 有点不自信 胡大哥 这是 怎么了大哥 早的 因为 我的自身条件和她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不自信 胡大哥脸上泛起了红印高度 她已经是彻底迷恋上了大人 可大姐对胡大哥的第一印象却有点瑕疵 我想象你要老一点 你算老 头发白白的 然后还行 虽然大哥的长相是着急了点 但越老的男人越会唐人不是吗 二人坐在沙发上准备交她了解一番 这胡大哥可能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 刚一张嘴就错话年轻 让大姐瞬间无疑 总请假 总请假 总满世界去相亲 所以这次的我不相亲 就是说什么呢 满世界干嘛相亲 满世界相亲 你看有那朋友介绍说 桂林有个女同志 年龄挺好 你过来看看 我就在坐飞机去桂林 你看 我就请假走了 说黑龙江还有一个 黑龙江海轮的 又去海南 随话 刚回到北京随话来 就长春 算上周六去那长春 看那个处长 长春去过六次 胡大哥的本意 可能是在需要自己很受女性欢迎 但这番话到了大姐的耳朵 就是另外一番理解了 这一下我当时心就凉了 然后后来她又说 我一直在相亲 有点适可认 孰不可认 你爱人才二月 你才走的 然后半年六个月的时间 她说我相了很多很多的情 我不觉得这样的好 大姐之前就是因为 看中了大哥的申请 才主动提出要跟她见面 这下可好 大哥亲自动嘴 把自己的老脸打一啪啪 但既然已经见面了 大姐好歹也要给对方一些面 他只好强引怒吐 礼貌性地提问大哥 为什么你一次相亲都已失败搞中 确实说的话 只有两个人没有相同过 也不能说她完全没相同过 就是提这个条件 我接受不了 第一个条件的话 就没结婚之前 现在严急买套房子 第二条件就是 她的工资要给儿子花 说儿子没有工作 她的工资不能动 这两个条件我接受不了 那我想再查一句 那她的工资给她的儿子 那你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从心里我接受不了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两个人 这个二婚呢 如果形成这个概念之后呢 在我心里我就会想 这二婚夫妻不是妻 大姐这白眼都快翻成白内障 人家妈妈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工资交给亲生儿子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有啥资格不允许啊 你还指望别人拿着钱来养你呢 其实你放的钱 也放到里面一顿花 是这意思 对 你给你的孩子花是不行的 是吧 对对对 她这个解释可非常慢慢 我不能这么理解 要是我是男人 我不忘你爹 你媳妇的钱 给你儿子要有难处 肯定是有难处 她条件好 不需要她妈妈的钱 我可能会把我的钱 就像你说我国库的钱 我也会帮你 我是这样的人 大姐一番话说的 胡大哥是脸色发青 她也不少 自然听出了 大姐是在故意自挠自己 刚刚还疯狂心动的感觉 瞬间荡然无存 红娘健壮赶紧将胡大哥拉倒一边 将大姐的想法尽数相告 因为我老伴刚去世几个月 已经半年多了 七个多月 这种情况下 说我着急走 对我可能是不尊重老伴 不尊重我 必不能想 我个人理解是 只要人活着 夫妻恩爱 夫妻相互的关心 相互的关爱 这是最理解的 一个人去世 另外一个人想怎么生活 那她就自由 这无可厚非的事情 在胡大哥看来 大姐根本就不是在针对这些事 而是在针对她这个人 觉得她是借题发挥 她不是针对这件事情 她是针对我这个人 虽然是你品质高 但是你思想不能那么太高 咱应该诚意 这个女同事确实挺好 但是呢 我们俩的不是一对云 即便合到一起 将来以后 我总是在做个小媳妇 大男人小媳妇的生活 你说我能接受 我接受不了 其实说白了 二人此次相亲失败的根源 就是大姐没有看上胡大哥 本以为对方是个 深情专一的好男人 谁曾想私底下 竟那么烂情花析 所以说人性着实 是门复杂的学问 看人千万不能只看表面